建民你今天要負責做什麼 我今天要負責做 扇魚義麵 我個人上次去吃 去台南吃的時候有經驗到 因為光它在炒的過程 其實就是一個表演 你就會看到那個廚師 那個火候之大 那這個步驟其實 那個扇魚炒起來才會脆 可是在這邊我就不知道 它到底要怎麼樣去呈現出來 能不能有這個鍋氣很重要 對 很重要 因為你大火炒的時候 扇魚炒太久的時候 那個扇魚不好吃 要快炒 快炒 那個扇魚才會很脆 對 所以要大火快炒 待會兒可能這個可以注意一下 因為他們都不好搞 他們想要鍋氣 沒有鍋氣他們嘴巴很挑的 可以 好 建民在炒扇魚了 對 來 看一下 我先把它稍微炒到九分熟 然後等一下會先把它撈起來 然後我會把麵炒一下之後 再下我的醬汁 Freder你為什麼搖頭 因為溫度不夠高啊 他真的要一下去 就火會從鍋裡面冒出來 要再更大火一點 是 現在處理液面 對 結果在液面的時候 火冒出來了 下魚的時候沒有冒 謝謝 我會這樣說 然後我不會拉我 其實就是 散述的 然後沒有 含了 我會這樣吃 看 我會這樣跟大家看